親愛鄉不賣家鄭鄉修准港甸 因為産車車變得比穿派去也要收穫好市 産車車只好是改驗生得台21産到台137産 不過産駛起床懸賞國姓鄉民的部門 國姓鄉長副保生就帶領旗密來表達強力的抗議 不過親愛鄉長同組成就強調 修准是不定義的作法 公司要嚴格要求産車車要幫忙行車速度 而且不可以超載 相公是引起論説 産車車經過枕頭 騎在路邊的村民大聲發抗議 不瞞人愛鄉駕駛進行修准 在勃前北港駕産車車變得要不完成收穫時 産車車行速公路經過枕頭 國姓鄉長丁秋普省大領村民 抗議産車車影響社區基民的安靈和安全 影響路的路面的安全 不要說小孩 都在地區 他也比較差 抗到國姓的路 清蒼白孔 落到這樣 甚至騎到外面 但是如果落到外面 伴兜 要這樣處理 採用溫和的抗議方式 表達社區基民的部門 國姓鄉長丁秋普省強調 不是反對所準 只希望丹台便度修法完成再來進行 我們誠實地來要求我們忍耐鄉公所 一定要等待 等待那個沙石便道修好之後 再來走那個沙石便道 如果要走平面道路的話 肯定會引起很激烈的抗爭 我提拨這個道路維修費 給我們的國姓鄉公所 那如果說需要做一個調整 那或是說需要一個溝通 我們也是非常的歡迎 但是我們總是要有一個 依法行政 那如果是純粹用民粹的方式 來處理的話 我們是深表遺憾 五百貨是北港貨資料 因為風太大貨造成最由大陵土著對折 為協助人愛鄉 幫助新生兩川紀元的安全 因此公所尋求水保局協助 典開手順工廳 很大的一個土石 湯芳還是土石流的一個儀器 那麼我們這邊每逢下雨 絕對會破壞我們水源頭 就會造成我們下雨的部分 會造成很大的災害 公務課長跟仁耐鄉的公務課長 有溝通過 我也跟江鄉長也有溝通過 憲政我們的青蘇工程 它的經費還益住在國姓鄉的一個 營養午餐 他們都能夠尊重我們國姓鄉的 鄉親的安危 那為什麼仁耐鄉 不能夠尊重呢 我這個深深懷疑 我們國姓鄉公所 有沒有依法行政的一個一個行政觀念 那另外一方面 國姓鄉很多地方 是用我們北港西向有的水 我們鄉民也沒有說不准他們用 就像一個水菌一樣 你不能說只有要用水 你就可以 你就要 那我們要清淤 要把這個泥巴拿掉 你又不准我們清淤 人愛鄉長跟煮成功條 大家要互相 就像國姓鄉到人愛鄉 飲水使用一樣 主要是共有共同分享 公司嚴格要求 刷酒車一定要修法 當時傍慢車速 降機對民眾的影響 國姓鄉也應該要提供人愛鄉民 有票面財 還發生 威脅死命財產安全的需要 記者王朝聖 蔡宏報道